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有一個入圍者 是你們集團老闆的兒子 比賽還有公平可言嗎 你還是不要去比賽吧 你有沒有一刻相信過我能夠做好 就算這個比賽只是一個小小的目標 但也是我第一次為一件事情這麼努力 比賽開始 怎麼了 對不起啊 手都受傷了 還能比完嗎